来关心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美国时间19后 拜会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 这是美国行参与的第四场智库座谈 侯友宜表示 台湾愿意为印太区域负起责任 美国智库学者则是认为 座谈有助于理解侯友宜跟国民党的立场 另外国内进口鸡蛋争议延烧 农业部长陈吉仲请辞获准 正在访问美国的侯友宜表示 个人的去留没有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要给人民清楚走得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 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史密斯等人 迎接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随后侯友宜进行访美的第四场智库座谈 侯友宜表示访美主要目的 就是希望让美方了解 台湾是印太地区的重要成员 并且愿意成为负责任的厉害关系人 人在美国拼外交 但是同时也兼具新北市长身份的侯友宜 也不忘掌握国内专案进口鸡蛋争议的后续 农业部长陈吉仲请辞获准 中央续场会董事长林聪贤也跟进宣布请辞 侯友宜表示个人去留没那么重要 给人民清楚交代才重要 侯友宜十八号晚间跟前白宫国安会中台盟事务主任 简以荣 前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柯伯吉等人参议 并就如何强化台湾现有能力 深化台美多面向关系交换意见 二十号侯友宜将前往旧金山跟科技界座谈 记者欧容蒋农翔 美国华府采访报道